大家好,歡迎收聽網響編輯部的節目 今天有我新西蘭的義德台養和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希望大家點讚、分享和訂閱 訂閱請記得訂閱網響編輯部 政策部和曬冷氣 將齊幹業拼經濟反網部的訊息傳揚開來 今次就是特發,就是想和大家繼續跟進一下 究竟民主黨還想不想去參選 較早前,民主黨舉行過記者會 但在會上,即是這位民主黨的主席羅健熙 就沒有直接地交代究竟要不要參選 他將波拋給有意參選的黨員 他就說,由中委會制定的因選程序 並且容許有意報名參選的人報備 再在會員大會上作出質詢 如果沒有人報名,會員大會也不用開 哈哈哈哈 他們這些又體現到他們黨內的民主了 究竟有沒有民主呢? 我想大家的心裏都有一個盤見 聽到他這樣說這些話就... 隱成出動嗎? 哈哈哈哈 我覺得像隱成出動 哪個黨員想出來選 每個人都把他的頭都扔出去 哈哈哈哈 接著就搞你的黨員 其實可能性就是這樣 但當然啦 他們會不會這樣搞黨員呢 我自己就不清楚 但是你看到那個形勢 就是選的聲音 是比選的聲音大大 雖然這個我們一早就預料了 李華明出來說 就是應該去參選的聲音 其實那些當然是小聲 因為其實整個民主黨 其實某程度上 19年那件事來講 整件事就激化了 就是根本以前都不會做那些事情 他們19年的時候就做了 19年那個情況 當然某程度上是令到 我操淺的看法 這個也是 民主黨回不了頭 就是他們吃了這個激進的人的票源 就是他們認為是吃了 他們吃不到的 其實他們吃不到的 長期都是吃不到的 不過他們那些傻子 就覺得和那些手足黏在一起 他們那些所謂手足 但其實那些 講真的 什麼本土派 港獨分子 你猜真的會投票給民主黨嗎 不會的 其實民主黨的定位 很現實去講 基本上就是那些比較溫和 支持社會有一個民主盡情的人 這個就是現實 就是民主黨究竟是一個什麼的組織 大家其實想一想就知道 一個絕大部分 政綱和民建聯是一樣的政黨 可以多激進 我講過事實 我不是說民主黨和民建聯沒有分別 有些分別 但是老實實分別不大 事實上是 你過往那些投票的紀錄 民主黨和民建聯 其實很多都是 投相同的意見 是嗎 是啊 只是一些重大的政治議題上面 才會有一些討論 甚至乎激烈的衝突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 這個政黨和特區政府 不是敵我矛盾 有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 只不過是 如果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話 其實很簡單 我自己操錢的看法就是 其實他們應該去參選 是嗎 我覺得也是 沒有理由不參選 你不參選 你根本存在都沒有價值 是啊 這個其實我們也有說過 我們不是傳話人 不過你從一個分析 外面的人的角度去看 喂 你有什麼理由有個黨 你不去參選 除非你是出什麼人都DQ你 那你就沒有理由去選 哈哈哈 但是事實就不是 都不是的 你現在看看有很多 地區上做到事情 又沒有搞過激的事情的人 全部都過到關 沒有DQ到 舉個例子 袁凱文都沒有問題 是嗎 袁凱文他沒事 那現實的情況就是 喂 你們有一幫人 那時候和那些黑暴友 站得很貼 那那幫人當然是出事 那很正常而已 那你沒有理由 要為了那幫出了事的人 放棄黨的排頭 是不是 現在羅健熙的操作呢 這個都是我自己操淺的看法 他呢 他某程度上就是 迫整個黨去跟他走 其實羅健熙應該 我沒有記錯 他自己都被人DQ過 沒錯 如果他被人DQ過 那好了 要攬炒 那現在其實 是不是要黨和他陪葬呢 那整件事是否 那整件事是否 對不對 整件事 說真的 如果你要黨陪你收工的 那你是不是真的 反映到大部分黨員的意向呢 或者大部分支持你黨的人的意向呢 坦白說 現在他們說 會找中委會去決定 就是你們的黨員可以申請出選 但是中委會就會決定 你們的黨員可不可以出選 我聽到羅健熙的說法就是這樣 那你們假民主而已 中委會閉門會議而已 我了解就 不是公開說一個人可不可以參選 是不是 是啊 好了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對一直支持開這個民主黨的人 都不公平 我感覺就 我不知道台陽怎麼看 但是 聽起來就是 你們的黨很霸道 是不是 又說要民主什麼什麼的 為什麼 說真的 你要爭取民主的話 其實有一件事就是要做的 就是要去參選 是啊 為什麼不讓黨友去參選 為什麼想去參選的黨友都不讓他們參選 那是什麼民主 總是要整當中委會制定恩選程序 沒有必要的 你不能選 你就給下一個選 你也可以繼續做黨主席 影響不了他們 有些DQ了 那些要等五年之後才可以再參選 那他們就等五年 那給其他人上選 其實事實上就是這樣的 那黨可以保持著運作 但是他為了一己私心 最可惡就是這樣 其實沒有 今時今日已經沒有攬炒派會支持這個黨 從來都沒有 本土派不會理會他的 是啊 你還幻想那些攬炒力量是會支持你民主黨 我覺得你是不是傻了一點點呢 其實現在你唯一一個方向就是 你要黨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就是走回去溫和 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 其實民主黨本來就是靠這些支持者 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 主力就是這些 其實如果沒有了這些人 你的黨什麼都不是 好老實說 你是不是真的以為 那些本土派會投給你 他投給陳紫維也不會投給你 不會的 是啊 這是很粗錢的看法 但是是事實 你想想是不是事實 事實 本土派一定會投給最醜醜 最奇怪的 總之就是作對 他們會投票的話 總之就是作對 要不就不投票 是啊 你想想民主黨 說真的 你可以吸引到什麼人 現在其實就是吸引到一些 不是抗爭的溫和 但是又同意香港要多一點民主的人 是嗎 換一個基本盤 我相信民主黨也有不少支持者 是反對暴力的 是啊 這個絕對是 反對暴力在民主黨來講 一直都是有一個市場 從來都是 你看以前 劉慧卿也是這樣的 劉慧卿是說什麼 和你非非 和平理性 非暴力 還要非粗口 是啊 現在外面有多少人說粗口 哈哈 問題是說不說粗口 就是一件事 這件事 說真的就不代表什麼 我自己就覺得 劉慧卿當然要表態 因為她是Lady 一個 她就是 是Martin的Mistress 她當然要做一個Lady 哈哈 哈哈 你說的 哈哈哈 即是要Lady一點 是不是 這些是公開秘密 我又不是爆她的什麼 說真的 人人都知道是這樣的 哈哈 哈哈哈 你說是 這些我不知道 哈哈哈 即是說到這裡 其實有時候 大家要想一想 我自己認為 是不是為了你羅健熙一己私利 你就要把整個黨的牌頭攬炒起來呢 這樣公不公道呢 舉個例子 袁凱文那些 他現在還是區議員來的 他要去選立法會的話 你能不能讓他去選 你不要跟我說要中委會決定 不需要 其實 說真的 如果你是說要代表民主黨 那為什麼袁凱文不可以代表民主黨 我舉個例子 我不是說袁凱文一定會選 為什麼那些比較無實的人 的參選機會 要被你剝奪了 會要被你民主黨搞一個中委會出來 剝奪了 他們參選的機會 整件事是不對的 你們說真的 一向都不是抗爭的 民主派 民主黨裡面 真正支持 黑暴的人 我想不多 當時是被岑梓杰的三不政策 綁了上戰車 對吧 那你綁了別人上戰車之後 現在 郭金時而作非你都不給機會 那些會友組 這件事 很不公道 而且 19年的時候 聽了你們那些暴動友說 搞死了自己 好了 如果你們搞死了自己的19年的時候 現在 撥亂反正 你又說不喜歡 又說要搞個中委會 什麼什麼什麼 喂喂喂 很不公道 對那些有意參選 尤其是有意參選 而且還是區議員的民主黨黨員 沒理由阻人上位 是啊 你自己羅健熙 你自己搞了什麼壞事 沒得選 你自己傻仔 你自己傻仔 那你沒理由 要整個黨和你一起愚蠢 對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現在民主黨 有一件事很不對 就是 你突然間又說要什麼中委會 以前有這些規矩嗎 沒有的 以前說選就選 那就入籍 那黨委會就提名 就這樣而已 現在就說 因為他們是代表民主黨的 所以我們要中委會去 不要玩 整個關卡 那如果卡住了 不讓你選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 中委會 否決所有 有意選的黨員 那最後是不是要逼走這些黨員 你整件事 現在根本就是為了 你們那些不喜歡 以參選的人而撤 整件事 根本就是假民主 不如現在就動議 把民主黨散蕩 他是夠票的 是不是 已經佔大多數 不想選的人 那就夠票吧 又要霸佔那個牌頭 他們又要霸佔那個牌頭 其實生人霸死地 你明白嗎 這些就是 或者是 或者是 死人霸生地 也是 其實被人DQ了 那就是死人 還霸佔一個黨 死了 不適合 羅健熙 其實你五年後 就投胎了 是不是 其實之後 你要再選 你現在也要保持 黨有參選 你沒理由說 現在不選 五年後之後 再浮出來再選 行不行 五年後 不知道什麼世界 這些人都不記得 再有民主黨這件事情了 分分鐘 是啊 沒有可能的 你現實一點 想一想 究竟現在 這樣的制度之下 其實說真的 某程度上 都是你們那些人 戰略力力不夠而已 如果戰略力力夠的話 你一直覺得 你們做的事情是對的 你們會不會黏在那些 港獨黑暴友那裡 這一定不會的 但是他們又不夠了 覺得好像 你媽媽好像 有些呼聲 只是呼聲而已 沒有票的 只有呼聲而已 你們死不死 哈哈哈哈 現在整件事就收了皮 整件事 整件事就玩殘了自己 你自己玩自己 好了 現在不僅要自己玩自己 還要玩那些更溫和的人 陪你們一起死 哈哈 傻仔 那整件事 會不會覺得 不是很合適呢 我自己操淺的看法 就是你們這班人做的事情 是很握力的 現在這班人 其實連參選的機會 都會騙殺了別人 還要是 沒有得談那一隻 還要假裝是有得談 但實際上是沒有得談 這是嚇人討厭的 這些小動作 我自己看到這些事情 我就覺得 這樣做 不是很合適 沒錯 我也同意這個說法 那些有意想選的黨員 我覺得目前 就要準備 數之新旗 會比較穩陣 有些什麼準備 可以做定 設計 新黨的名字 開定新的facebook page 開定 youtube channel 所有宣傳機器 都齊好了 再註冊 公司 準備定動新旗 都可以了 現在這樣的情況 看來 根本沒得玩 新民主黨 是呀 叫新民主黨 有些新和聯性 是呀 叫李華明做主席 由李華明幫忙 打第一屆 是呀 找個元老來打一打 是呀 現在 想參選 想為社會服務的人 都可以有機會出來 而這個機會 不會被 羅健熙這條 木契扼殺了 沒有必要跟他陪葬 老實說 他只是收工而已 某程度上 根本 都不關其他人事 沒錯 有些民主黨的人 都被DQ 但是那些本身 就是因為 跟黑暴 黏得太近 黏得太近 簽了東西 你當事 根本本也不太激 你現在搞到這麼激 整件事 某程度上 自找麻煩 好了 你自找麻煩之後 竟然 就要捆綁了整個黨 所有黨員 嚴格來說 就不讓人選 我不可以說 他百分百不讓人選 但是 現在擺出勢頭 就不讓人選 其實是呀 肯定是 又說要搞 這個審批 這個審核 大哥 不要加那麼多東西 這些小動作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你們玩東西 是吧 絕對是 現在 鄺俊宇 還沒有宣誓 有些消息就說他有機會過 這個就未證實 因為始終要等他宣誓後才知道的實際消息 假設 鄺俊宇 過到宣誓這一關 這樣機會就更加大了 可以出來 自己再組一黨 一個新民主黨出來 新和聯性出來 多些有現任的區議員在這裡 就夠力可以豎一支新旗 是 是啊 其實應該要想個方法 是罷免了羅健熙這條契弟 這條契弟根本 就沒有為過其他黨員著想的 大哥 你這個黨 不選中人做什麼 我想問一下 壓力團體 壓力團體做什麼政黨 你沒有壓力的 不是這個世界 不是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 人家就聽你說話 是啊 哈哈哈哈 還沒解決 這樣人家也不會理會你的 你跟林鄭說 還沒解決 這樣 浪費氣了 你起碼也要有些議席才行 我自己的粗錢看法 有什麼理由一個政黨不是去爭取多幾個議席回來 是要爭取自己管殘自己的 就是一個攬炒政黨有什麼意義啊 我想問一下 好意義 還在這裏說到大條道理 現在他們是代表整個民主黨去參選 所以我們中委會就要審批一下 審什麼批 發神經 你不認識他嗎 你的黨員有多少 說真的 有人肯拿你的牌子去參選 你阿里吉蒂 沒錯 你這個垃圾主席 簡直是 選一件垃圾出來的 你民主黨也是怪怪的 我想有一些元老是反對參選 因為他們想到一件事 有些元老是反對的 他們那些元老的想法就是這樣的 我猜的 我不是跟民主黨有溝通的人 他們那些元老就覺得 你如果這樣做政治花瓶 都會投票的 倒不如就不要選 尊嚴地 但是他們不明白一件事 市場改變了 市場改變了 最極端的那些人都不會投票的 最極端的那些人一定是 反對現在這個選舉制度的 最極端的那些人一定是這樣的 極端的那些票本身都不給你的 民主黨面對現實 好了 沒錯 其實你一面對現實 這件事是很容易解決的 沒錯 但是民主黨就是有一些人 長期都不面對現實 放不下自己的心魔了 可能 長期都會覺得 哇 這樣不行 我們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背叛手足嗎 有些人會這樣想 會不會呢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這樣做是背叛手足 但是問題是 那些手足是不是真的 你們的忠實支持者 他們的手足會不會投票給你 其實民主黨一個很矛盾的情況就是 一直投票給你那些人 都是可以投給民建聯的人 很溫和 但是19年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黏了哪條筋 絕對 哈哈哈哈 就是刺馬筋 其實整件事是 絕對瘋的 其實整件事是 19年那件事 老實說 你不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 在極端友面前 說真的 你連芒果佬都選不贏 芒果佬和黃毓民 你們都選不贏 說真的 民主黨是 是不是 說真的 你們根本就是吃那些 溫和人士的老本 根本和激進 就是不混亂的 那個黨 胡志偉那些 都不知道黏了哪條線 19年 他是發神經的 胡志偉是害死黨的 他自己都五十幾歲 才做到一個黨主席回來 第一屆黨 第一屆 做黨主席 就黏了總制 這樣 哈哈 你做驅佬就做驅佬 說真的 做驅議會 就是驅議會 那些事情 就算是服務市民 都沒有分貴賤 立法會議員 專貴些 區議員 垃圾些 不是這樣的 我們的看法都是 很簡單的 你為市民服務 你真的想為市民服務 很簡單的 你真的想為市民服務 就是為市民服務 有沒有必要 搞到現在這麼嚴重呢 沒有 絕對沒有 都不知道搞什麼 還要開什麼中常委會 還要恩選 你真是 發神經 他基本上就是 要放一些關卡 是沒有必要的 他用來羞辱那些想出選的人 我覺得 是啊 因為問題是 政府不DQ你 我們民主黨要DQ你 現在這樣 你有沒有搞錯啊 羅健棋 說真的 你怎麼這麼人渣呢 現在基本上就是要民主黨和你攬炒 是啊 你攬炒自己 還有很多人還有政治前途 他們還沒有死的 他們政治前途不是玩完的 你玩完而已 別人還沒有玩完 我操錢的看法就是 別人還有希望的時候 你就要把別人的希望都要徹底摧毀 是這麼離譜 好啊 這樣對不對 你自己想想 如果你是有資格去出選 不會被DQ的 而你的黨主席 又阻礙你去參選 我想問一下 你會怎麼做 你會怎麼抉擇 見希的抉擇 是如何 你做人 過得自己過得人 才行 有沒有現在這麼離譜 這個小子太奸 這麼搞 不要道義 你自己沒得選就算了 其他有得選的人 你給人機會 也給自己的黨 說真的 黨有才是你的手足 不是外面的黑暴是你的手足 羅健熙 沒錯 所謂黑暴手足 說真的 誰投民主黨 十個都不會有兩個 十個都不會有兩個 就是我操錢的看法 十個都不會有十個 都不會有一個回頭 我覺得 哈哈哈哈 他們自己黑暴 如果有人選的話 他當然什麼都會選 什麼都會選自己人 怎麼會選民主黨 你自己想都想到 以前是怎麼笑你們民主黨的 民主黨 白香港 這樣笑的 哈哈 你們這些傢伙 聰明一點可以嗎 所以 有時候我看到 他們這些人 說真的 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當時 你黏在黑暴 已經是很麻煩的 根本上 其實已經斷送了 整個香港的民主情 因為有些事情是不能妥協的 你明白嗎 一些事情是牽涉到國家安全 可以分裂國家 對 分裂國家 這個問題 你傻的嗎 怎麼可能 跟他們黏在一起 然後還說不批評 不切割 不睹灰 當然要批評 要切割的 最好要刺灰 這些都做出來 是最適合的 但你們這幫傻子 真的 當是真理 他們沒有考慮過 實際操作的問題 在哪裡 你不批評 不睹灰 不切割 實際上 走起來 根本大家都知道有問題 死定了 死定了 現在死定了 死定了也不知道是什麼事 其實到現在也是 好像國家欠了你 還說到 不讓你去選 即是國家欠了你們 剝削我的選舉權 是的 但是如果一個地方的法律 寫到明 不准將這個地方 從國家分裂出去 法律寫到明 它是不是可以 不管法律寫什麼 照給你去參選 你自己想想才行 即是選舉事務委員會 可不可以完全不管你的政治取態 說所有事情都是違反基本法的 但是它繼續讓你選 那就失職了 選舉委員會 是不是 是的 所以整件事 我自己到現在 都有一個很粗淺的看法 就是你們這些人 真是自己搞我了整件事 但是又不願意承認責任 還要整個黨陪葬 那這種操作 絕對是沒有道義的 沒有的 李華明說的是對的 但是當然 李華明是不是一個傳話人 我覺得他不是 他出來說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 為了這個黨的排頭 如果就這樣沒有了 變成一個壓力團體的話 是很浪費的 前人是用了幾十年 打這檔東西出來的 你就隨便把它變成一個壓力團體 就不是真的參政 應該這樣的 整件事都很荒謬 其實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好嗎? 好吧 休息一會兒 我們再回來會有其他節目 就這樣 拜拜